北京时间8月30日,很久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的中国女排前主帅郎平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主要内容为否认自己将执教日本女排的传言,并要求造谣者立即删除相关内容。 郎平为何会突然发布这则博文呢? 郎平亲自发文辟谣。 近日,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则关于郎平即将出删执教的消息,执教的对象居然是日本女排。 这个消息一出,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当前,正值中国反对日本江河污水排放到大海的关键时期,传出郎平执教日本女排的消息,引起了很多不知道真相网友的愤怒。 眼看着这则消息在网上发酵越来越严重,逼迫的郎平本人不得不亲自出面回应。 郎平的2023年8月30日晚上22点21分发出博文,内容为 郎平执教日本女排,纯属谣言。 请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立即删除相关内容,我将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郎平本人出来辟谣,那么消息一定的是假的。 还请网友一定要有甄别新闻消息的能力,不要盲目跟风。 其实之前也传出过很多次郎平即将出山的消息。 朱婷和姚迪在意大利征战联赛的时候,郎平曾和丈夫一起去观看朱婷的三场比赛。 当时就有传言郎平将执教意大利女排俱乐部的消息。 当时这个消息也引发了热议,不过郎平并没有出面回应。 同样是传闻,为何这次郎平要出面辟谣呢? 其实,两个传闻的性质完全不同。 郎平曾经在卸任美国女排主帅职位之后说过,未来如果执教,那么只能是中国队,不会再执教其他球队。 虽然郎平说过这句话,但是他如果想出来执教一下职业的俱乐部,球迷不但不会反对,还非常期待他能再次出现在赛场上。 但是如果去执教日本女排,则会触发很多网友敏感的神经。 尤其当下中日关系紧张。 日本不顾全人类的安全健康,一意孤行向大海排放河污水,这种行径激起了全国乃至世界上有识之识的愤慨。 郎平若真的选择执教日本女排,那恐怕会被当成罪人了。 郎平是一个非常爱国的排球人,他在运动员时期帮助中国女排取得五连冠的辉煌, 两次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都帮助球队拿到了当时的最好成绩。 郎平在排坛驰骋四十多年,是中国女排的传奇人物。 即使当年选择执教美国女排,也是出于职业的考虑,为了负担自己治疗伤病的费用。 郎平的心一直与祖国在一起。 郎平卸任中国女排已经两年时间,除了参加一些和排球有关的活动之外,几乎很少在公众前露面。 郎平最近一次露面是受邀回到母校参加活动,之后再没有出现在公众场合。 这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辟谣,确实是因为网络传言给他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 也希望广大网友相信郎平,郎平不会食言的,说过不再执教其他国家女排,那么就一定会做到。 郎平卸任中国人工程中心转型开往好有病灯。 郎平卸任中国人工程中心转型。 让你证明了。 郎平卸任中国人工程中心转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